歡迎來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燦爛時光 還有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 以及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所聯合製播的節目 我們節目會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來直播 在直播之後也會在公庫的網站 燦爛時光的網站上面來做後面的錄影的播出 今天我們要跟他談一個議題 這個議題當然是在這個禮拜是非常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上一段有關獨立在線節目 也跟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的捐爐來談 他在當天警方正報在行政院裡面鎮壓的 那個現場他所觀察到所感受到的這一切 不過我想絕大多數的媒體恐怕都還是 比較放在一個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通口 所以我們看到有很多的媒體從一開始完全的 這個所謂的冷漠 不報導但是現在居然有一些新聞台他都24小時幾乎一直在直播 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太陽花運動或所謂佔領的行動 坦白說我今天早上到加大去演講也跟加大同學聊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問他說媒體報有這麼多到底我們對福茂了解多少 福茂有沒有更多的問題是我們更需要去討論的 結果絕大多數的同學還是不知道 到底什麼是福茂 福茂對我們影響是什麼 今天節目當中就要來跟他邀請到的是林柏儀 林柏儀是政大社會系列的講師 同時也是長期 關心自由貿易的 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工作者 同時也是高教工會的成員 柏儀你好 中翔好 今天很開心來跟你來談這個議題 那我想可不可以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告訴我們說 什麼叫做福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它對台灣的直接的影響會是什麼 所謂福茂它是ECFA之後的一個 進一步的相關的協定 所以除了福茂之外 之前已經簽訂像是所謂的投資保障協議 那服務業貿易自由協議或者是 像是之後的貨物運輸的這個自由貿易協議 那對台灣的影響的話 這個目前的狀況的確是有點眾說紛紛 我們看到政府 從ECFA簽訂以來就宣傳說 所謂的ECFA或者福茂是 幫助台灣走出去或者幫助台灣振興經濟的一個萬鈴單 那反對的這個聲音可能以這個 比較綠音裡面的主要的說法是說 這個東西如果簽訂的話 可能 中國的大量的資本或中國勞工就會進入到台灣來 然後取代掉 台灣的這個中小企業或者台灣勞工的機會 那所以他是一個甚至他背後還有國安的問題 所以如果簽訂的話可能就要亡台了 那我自己的 看法可能是 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的 就是說 所謂的這個福茂協議 第一個單就他的性質內容來看 我的判斷在整體而言 當然可能有一些個別的差別 整體層次而言他還是會循的一個 ECFA 然後或者甚至從90年代以來 就是所謂的台灣資本進入到中國大陸 這個趨向在前景 因為對於中國資本來講 他如果要以獲利為邏輯 他有非常多其他投資的地方 例如 中國很多二線都市現在都還在發展 我想 台灣對他來講還不是一個高利潤 然後有成長 沒錯 對那反而是對於台資而言 中國現在一個現在高度發展的這種 像剛才講二線都市 或者有很多新興的產業開始私有化 像醫療啦 像這個 或者一些金融業啦 也開始進行國際開放 那對台資而言 他是一個 很有潛力 可以 獲利的地方 所以中國如果跟台灣 簽進這個特許的 這個 服貌的話 其實對於台資 繼續進入到中國大陸而言 在台灣資本本身 可能是有利的 但是對於台灣的這個 受戶階級而言 從ECFA的經驗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利潤 一般而言 並不會直接的就回到工人身上 除非是工人階級有很強大的階級鬥爭力量 逼死 國家不論說是課稅 或者是 直接勞工透過團體協商 那要求企業把利潤分回 不然 的確所謂的自由貿易 可能 在目前來看 只是對於 資本一方是比較有利 那對於 工人一方 甚至包括對中國大陸的勞工而言 或者他們人民 這未必是有利的 因為 很多台資會帶過去 例如我們看到像郭台銘帶過去 這種軍事化管理啦 或者台灣 美容美髮業 其實也曾經帶過去一種 建教合作的剝削的體制啦 或者醫療產業帶過去的是這種 醫美的這種 廣告行銷啊 私有化的醫療 那我想這件事對中國人民 甚至他們工人也未必是 一件好事情 嗯 不會特別跟我們談到 這個所謂的交流 其實可能對於所謂的 兩岸的大企業或資本家 其實是比較有利 可是對兩岸的這些勞動階級 一般的老百姓不見得很有利 待會我們可以 在這部分可以特別在談 可是 我想要知道是說 有人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簽訂ECFA 那他對台灣的本地的產業 是有利的 那對台灣的本地產業 到底是哪裡有利啊 為什麼有利 有利的地方又是在哪裡 OK 因為其實 就我自己的 研究後觀察 當然他可能 也不代表全部 就是說 ECFA 他跟一般目前的 所謂國際上很流行的 這個FTA 在 他的簽訂的 內容上面 是 有他的一些特殊性 那我自己的判斷是說 中國大陸政府 的確基於 某一些的考量或原因 或者他的 他還有非常多的疑慮 所以對於台灣的資本 他還是有存在的 一種特殊的 某一種浪力的存在 所以對他來講 他去 在簽訂這個協議上面 他並沒有 支出 避跡要到 像 一般國與國簽訂 FTA要 經過非常長久的 談判 反而是說他透過 給予台資一個 比較特許的空間 會有點像他在 對待港資 一樣 Sepa 上面也是這樣 那 所以這樣的一個 單純就 貿易的協議來看 會使得台灣政府似乎 他沒有什麼 拒絕的必要 因為 如果他完全是考慮資本的 利害關係的話 其實 例如說 目前為止 的確 例如說以 ECFA 或者說 服貿而言 到底開放有沒有讓利 我們要評估的一件事情 是看說 開放的程度 跟他在 WTO 的標準 或者他對其他國家的 標準而言 是不是有 高於他 如果開放更多 對於這個國家的確 他的資本就可以優先進來 會是一個 一個 所謂的 過去還沒有人進來的市場 那就會有優先獲利的可能 那 的確 截至目前為止 中國開放的這個項目 相對於他對於 其他 WTO的會員國 他是給予台灣或者香港 比較大的空間 那 所以在很多產業 你會發現 日本或者美國 這些 跨國 資本他未必還能進入 但是 香港或者台灣的資本 是可以進去的 相對於台灣 台灣實際上 長久以來 對於這個 跨國資本 他們就是一個 相當開放的態度 所以我們過去反而是 給予中國的管制 是較多的 所以 對 所以相對來講 福茂 或者 ECFA 儘管有給中國大陸 台灣也同樣有給予開放 但是他還是相對於在 WTO的標準下 資俠 在開放 所以簡單來講 其實包括台灣的媒體產業 其實我們對外資的限定 在各種 跨國的資本當中 我們對中國的資本的限定 其實特別嚴格 我們特別還有 相關的這個 所謂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相關的法規 規範 他們在廣告上面的購買 或者是其他的 自入性行銷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當然對台灣來講 他可能就是覺得說 我們就開放了 可是有人會有一種看法是說 你今天開放了 雖然雖然兩邊都開放了 可是兩邊是一個不對等的市場 這個不對等的市場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談 一個是說 台灣是一個自由市場 可是中國不是一個自由市場 所以你到這邊來進來 然後成立公司 你在這邊可以自由的貿易 自由的買賣等等 自由的交易 可是到中國好像 又有很多層層的限制 不管是潛規則 或是一個比較明顯的 這種所謂的 他們在法律上面的限制 那這是一種所謂的 公平的自由貿易嗎 還是他其實是一種 不對等的貿易 我覺得 這個要怎麼說 其實 所有的國家 他基本上 進去進行投資 都有相當多的 政治關係的考量 儘管是我們去美國 那我們可能也要有一些 像我們常知道美國 非常多企業得要做 政治遊說 儘管他是好像透明的 但是所謂的政商關係 或者所謂的政商勾結 我想相信在絕大多數的 這些 尤其資本主義運作邏輯 強烈的地方 都是 那 比較大的問題 是說 我的確 台資進入到中國大陸 的確我們過去可能也有發生了很多的問題 例如有些爭議未必能解決 但總體而言 我覺得 這方面的問題 被 注意 但是 台資對於中國大陸人民造成的傷害 卻是 常常被忽視 那 這導致一個問題是說 好像 我們以為台資跟我們台灣人民或台灣工人階級 是有共同利害的 然後 被中國這個所謂黑心市場 或者不透明市場給欺負 但我想不是這樣 反而是說 假如中國的確 因為它的這個政治管制 它有的時候嚴格 有的時候 有關係到可能放縱 然後在不同地方不一樣 它造成受害的 不會是 外來的資本那麼簡單 反而比較可能是說 外來資本可以透過這種 一種特殊的環境 它更可能可以 例如取消勞動反應的保障 或者 它對於環境的破壞 可以 有一些 脫機摸火的地方 那 真正受害的是 當地的人民和當地的公民 好 那當然 昨天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的國際媒體 官方的國際媒體環球時報 或者在鳳凰晃當中 我們也看到一些中國的學者 也特別提到說 這個福茂他必須要在6月底之前要完成簽署 這個不管對於中國來講 或是對於馬政府來講 他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政治的籌碼 或是他被放在一個政治的關係上面 他背後非常多的政治的 考量跟算計 但是如果從一個經濟的發展的關係來講 我們如果不簽訂福茂 不可以嘛 就是我們先撇棄 這個所謂的政治的考慮 我們不簽福茂不可以嗎 或者是說 我們不簽福茂 我們可不可以加入到其他的相關的 所謂的貿易組織 或者是其他 跟國家去簽訂 這種所謂的貿易協定 一定要有福茂這樣的一種 這麼爭議的 或是對很多台灣產業不見的 是一個正面的影響的 一個協定嗎 這個問題 我相對於 可能不是那麼專精 但是 我們從一些 表象可以觀察到的事情來看 未必像政府講的那麼絕對 因為 的確目前台灣也 已經開始簽 所謂的雙邊協議了 像台 台新 還有台紐都已經簽了 然後 過去像類似的這個邏輯的說法 從ECFA之前就開始講 所以 台灣也簽訂了ECFA了 所以 是不是 這麼的 絕對 更何況說 如果說是 RCEP的話 中國的影響力絕對會是更強 那 TPP的話 可能又是另外一個邏輯 可能是以美國為首 所以我想 這個可能比較是政府的宣傳 那比較要緊 真正站在功能 要評估的是 究竟簽了像是TPP 或者說要繼續做這種 特別是跟一些比較優勢國家 霸權國家 像美國 如果要進行 雙邊協議的話 究竟對我們是不是有利的 這可能要一個嚴謹的評估 因為過去長久以來 大家好像就是覺得 這樣的國際貿易協議可能 千越多對台灣就是有優勢 那 一來先是說 實際上優勢 霸權的國家 他們不可能 簡單的讓出他們的利益 他們 也是要以他們的資產 資本發展為優先考量 二來是台灣在簽訂這些協議中 從WTO的經驗領域我們就看到 台灣政府對於 這種 相關的 配套措施啦 或者對勞工保護的措施 是高度的 疏忽的 所以 我們如果要繼續進入到 像TPP 尤其TPP是一個 規格更高 更強調 像是智慧財產權 然後 徹底的開放的這種 貿易協議 我想 在目前的狀況之下 台灣貿然的加入 恐怕不是好事 但是 也不是靠台灣 就拒絕加入 就能解決問題 因為 拒絕加入 其他國家也會去加入 到時候台灣 如果在目前的經貿制度下 可能會被 有孤立的問題 所以跟前的問題還是說 工人階級怎麼 壯大自己的力量 來讓 這種 在 接下來資本可以更加自由流動 或者自由貿易協議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面 能夠奪回我們 應該要有的利益 然後 獲得應該要的保障 恩 特別是你剛強調不斷的強調所有的工人階級 蓋有什麼樣的力量 我想我們在下一段節目當中 必須要花更多時間來討論這個議題 因為 在很多的這種所謂國際之間貿易的協定 特別是大國跟小國之間的協定 通常會獲利的就是大國以及兩國之間的資本家 但是在於所謂的真正的民眾 或是所謂的一般的民眾 或是所謂的一般的工人勞工階級 他們怎麼去面對這種狀況 台灣其實是一個 內需市場很小的一個國家 這個內需市場那麼小 那勢必要跟所謂的國際之間 產生一些 所謂的關聯 或是產生一些互動 他不可能完全的是自外於世界 可是一旦不能自外於世界 是不是會加入到所謂的自由經濟貿易的 邏輯裡面 那我們該怎麼樣去面對 這樣的一個邏輯的關係 怎麼樣去 去看待在福茂背後有更重要的一個 全球自由經濟的一些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報告 請到播 全面佔領主席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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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啟談判 重啟談判 重啟透明 重啟透明 因為我們是 因為我們是 民主的臺灣 民主的臺灣 丟掉 丟掉 緣闖 丟掉 辛亦 Dave 媽媽 請你不擋懷惑我 觀眾我走不開腳 我买去對空不等觀眾的人 抱歉啦愛人啊 不等歸你去看電影 觀眾我走不開腳 我买去對空去有欄的人 天色漸漸降 才有一頂人 為了守護咱的夢 這麼多勉強勇敢的人 天色漸漸降 已經不在行 天色漸漸降 現在就是已一天 換我們嘴修好你來啦 天色漸漸降 已經不在行 天色漸漸降 都不在行 天色漸漸降 已經不在行 天色漸漸降 已經不在行 不走過暗淡 會有花開的情感 天生沾沾沾 天生沾沾沾 已經是見到勇敢的人 天生沾沾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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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沾沾沾沾 今早今的情緒 又會再等你啊 一生真真歌 咱就大聲來唱歌歌 一直到一半的冷酸 整個都輸回家的路 一生真歌 咱就大聲來唱歌歌 今早今的情緒 又會再等你啊 今早今一天 勇敢的臺灣人 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灿烂时光节目 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 以及公民行动引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制播的节目 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PNN的网站会有现场的网络直播 在9点半之后 我们播出节目完之后 也会回到网络上面 在公布的网站 在灿烂时光网站 我们一样都可以看得到 当天晚上的内容 当然这个礼拜最夯的一个议题 就是所谓的服貌的部分 当然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媒体焦点 还是放在这个事件冲突的本身 甚至已经慢慢走向花絮化 对于服貌这个议题 以及这个服貌背后需要去讨论的 有关于自由经济的问题 它其实相对之下是比较少去谈的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跟博弈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 其实我曾经跟我的同学讨论过 跟我们学生讨论过说 今天当然我们看到是一个中国 要跟台湾签订服务贸易 所以我们有很强的 因为历史的因素 有很强的所谓的恐惧感 因为过去的经验真的是不太好 而且相对之下 这个中国也是一个比较威权极权的国家 对台湾也是虎视眈眈 所以台湾的民众会有反弹 会有担心 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 可是如果今天换了离国台的角度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韩国 这个韩国是比台湾大 非常的大 那如果跟我们签订这种类似服貌的协议 你们会愿意签吗 我就问学生 学生就开始质疑了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跨国 一个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那刚刚其实也提到说 常常在这种所谓的跨国国际的 这种所谓贸易当中 会是这个强国占优势 以及两国的资本家占优势 那是不是所有的服务贸易协定 或是不是所有的这种所谓的自由经济 都一定是必来是这样的结果呢 除非对于这个国家 它可能有别的在经贸意义上的别的考量 例如我们刚才讲说中国对于台湾而已 它不用优先去取得台湾的市场 所以对它来讲它现在在发展阶段 它浪力吸引一些台制国际对它来讲并不是问题 或者在对美国来讲 它可能在冷战布局的时候 可能为了要对抗另外一个阵营 它可能会把一些订单销到台湾来 让台湾做代工 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协助台湾经济发展 当然它背后是有它的一个政治问题在做考量 但绝大多数秉持无这样的一个考量的话 的确在一般的状况下面优势的国家 而且这个优势通常会是说 它在资本主义上面它发展的比较前面 导致说它在经济上面 它若有一个相当霸权的位置 然后连带影响到它政治势力 在这种多边贸易会双边贸易上面 它通常都会取得优势 所以像美国它在WTO里面 它很容易可以设定哪一些产业 因为它对于美国可能有帮助 那它可以优先要求它要自由化 例如智慧财产权权 在过去可能是比较缺乏保障 但是如今美国它可以透过这个WTO的相关的机制 让智慧财产权能够落实到各个国家都会有活 那实际上保障的是美国具有先进技术的这些产业 能够等于是向所有的后进国家进行收租 那这个收租尽管会影响到后进国家的产业的发展 甚至影响到像我们谈到那个艾滋病的医药 可能就因为智慧财产权的管制 导致说它没有办法继续进步来解救 像是非常非洲广大的这个受艾滋的影响 那这个背后的确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真经秩序 透过所谓的自由贸易机制 再进一步巩固既有不平等威劫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有办法拒绝吗 或者是我们就必然要参加吗 坦白而言 如果在目前的秩序来看 我觉得我们与其只是把希望放在全面拒绝 我们不如把希望回过头来看到一件事情说 怎么壮大随我们今天讲到工人阶级的实力 包括透过更多的劳工工会的组织设立 甚至有工人自己的政治力量政党的出现 来让这个资本主义对于我们这个工人阶级造成的剥削或掠夺侵害 能够下降到最低 甚至我们能够取代这套自由贸易 对 长远来看是这样 那原因是因为所谓的反对自由贸易的阵营里面 也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举例子 也有一些很右派的国族主义者 他们会反对自由贸易 对 例如说像英国我没看到 反对加入欧盟 这个极右派的政党也会反对 因为它会欺世了所谓英国人的高贵传统 那很多移民可以没有进来 那这个不会是跟我们站在同一圣明的很明显 对 那所以 然后反对自由贸易 它也有可能只是保护主义 保护国内竞争力不够的所谓的企业 能够继续在国内市场可言残喘 那这样的一种所谓主义或保护主义 也不是站在左翼的人支持 那我想左翼目前之所以会对自由贸易批判 是因为它的确是继续会巩固不平等的世界政经 结构会继续延续 但我们真的要替代这个不平等的世界政经结构 不能够只是靠反对自由贸易 它还必须要透过跨国的功能阶级的力量才有办法 这边谈到是一个跨国功能阶级的力量 不过博弈刚刚也说到 这也许是一个比较长远的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现在 它就必须要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身上我对于所谓的自由贸易 或是对于包括福茂在内的这种相关的贸易协定 我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质疑 就是说我们的政府都会不断告诉我们 说签订之后会很好 但是签订到底有多好 其实我不知道 我们只有一个非常笼统之后很好 它就是一个签了就对了 可是为什么到底哪里好 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的 一个更让我觉得不清楚的地方是 签订之后 也许对产业本身是有帮助 也许对产业本身是获利的 可是产业的获利不代表国家的获利 或是产业的获利不见得代表 是人民同时也会获利 那怎么样让这个产业 假设他必须要签 那不管是跟其他国家的 所谓的自由贸易的签署 或者是我们跟所谓的 中国的福茂的签订 假设他必须真的要签 那除了我们刚考虑的所谓的国防 国家安全的因素 或所谓的中国因素等等之外 怎么样让这个签订的结果 它其实是对本地的人民是有利的呢 OK 最初步的确会牵涉到一个是说 在这个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年代里面 资本的获利越来越跟功能的获利 是一个脱节的状况 那要怎么弥补这个脱节呢 我想它可能有很多方法 传统上来讲我们通常会支持 政府应该要对这个企业的利润 要进行这个课税的动作 那透过这个让他们的获利 课税回来 可以通识社会里面的这种社会性的支柱 不论办教育或者办社服办医疗 那除了这个以外 通常我们还会诉求说 因为政府通常我们很难期待它 它很经常是跟企业家正在一起 所以更立即的是说 劳工怎么发展自己的劳工运动 来逼迫他们国内的大企业要提高它自己国内的工资 举例来讲像福贸而言 福贸福业因为它的生产的成品要在地进行消费 它没有办法直接进行贸易 所以所谓的福业自由贸易 居多的状况是说资本的流动 而不是生产出一个产品跨国的消费 除了少数可以进行电船的意外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资本外流这件事情 并不会使得本地就不需要劳工 举例来说统一它到中国大陆去开Seven 它并不会导致它在台湾就要关掉Seven 它还是继续开工 所以我们劳工应该是要趁统一进行这样跨国 或者85度一进行跨国两岸的这种扩张的时候 更要盯紧把它这个要求它要改善 它在劳工的薪质待遇 透过组织工会要求集体谈判 团体协约的方式 来把它的利润要回在工人介义手上 那进一步来讲 这个框架可以不只是在一个国度以内的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说资本已经全球化了 或者至少它是两岸化了 那我们应该是要怎么尝试跟中国的工人介义 进行某一种的合作 来逼迫这个资本不能够借由这个 我们在学理上称它叫做向下竞争的方式 透过流动的方式来逼迫两个地方 或者很多的地方去竞争谁给予的资本条件最好 谁对环境跟对劳工最坏 我们要避免这样的逻辑 所以劳工阶级必须要进行某一种跨国的合作 来共同监督厂商 甚至进行共同的集体谈判 那随着网路化的时代的发展 这件事情是我认为是越来越有可能的 甚至在美国跟墨西哥或加拿大 都开始有出现这样的所谓的跨国的工人运动出现 那两岸目前当然有一些人会说法 是似乎中国在中国政府的高度控制下 的确中国工运好像受到了某一种程度的压抑 但我们通常也不要忽略 其实中国目前几乎每个月都有非常大规模的工潮发生 很多工潮就发生在台资企业上面 所以我觉得问题是就是回到一开始 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误以为说台资的利益 跟台湾工人或台湾人民是绑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利害想象变成是以国界来区分 导致跨国的工人的软结变得不容易 或者说不再想象的范围 那我们应该要试着去想象这件事情 那同文同种就是政府很喜欢讲说 同文同种导致说例如中国资本进来台湾有的时候 台湾资本过去 我们反正应该发展工人阶级之间 同文同种的优势来团结起来 这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观点 也许在短时间之内感觉是有点困难 但是其实这并不是没有发生 例如说富士康的事件当中 我们看到中港台 特别是香港的一些学生 或是一些劳工组织 甚至大陆的这些学者 或是跟台湾的一些学生跟学者 基本上来讲是共同在去做一些调查的 或是在去共同揭露一些资讯 那个其实是一种可能性 而且它的确也在发生 但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你自己看的乐观吗 或者是说在台湾 如果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 就是当然它势必 你很难去完全去拒绝 这种所谓的国际之间的贸易 但是怎么样 刚刚你谈到说抽税的方式 让这些企业能够 例如说它必须要更承担 更大的社会责任 公共责任 另外一部分当然是 这里受迫害的阶级 或是一般的民众 它必须要更团结 那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发展的可能性 的确我们看到它的挑战很多 当然在一般性的国家里面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挑战 因为工人阶级它缺乏政治力量 或者缺乏毒 那台湾又有一个很特殊的挑战 就是来自于说 目前这个我们自己是有一点担忧是说 例如我们会谈到说服貌的问题 它的确背后带有某一种资本 自由流动的问题 但在台湾它其实对于很多人 或者主流媒体重点不在这边 重点在于它是一个跟中国进行协议 对 那对于中国进行协议这件事情 开始出现的就是很极端的两种点 一种是无条件的赞扬说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无条件的可能是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 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 那我们不能说两种观点可能都有问题 但它很有可能是跟最客观的事实可能是有落差的 那变成是说我们社会怎么样有一个比较良善的空间 能让我们做出一个比较合乎理性 然后不顺于国足情感的一个 然后回归我们所谓功能自己利益的判断 我觉得这一个怎么回归这件事情 我想会是我们目前功能运动很大的挑战 对 就是除了我们要去进行组织 本来就要进行对抗资本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回归到在台湾这个所谓的统独对立或南律对立之下 我们的焦点要怎么回归回来的这个问题 坦白说是这样的一个议题很难跳离所谓的国足的框架 而势必这个问题它一定是存在 你也不可能完全不去处理 所以当我们到这个部分它一定要是要去处理 就是例如说国足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情感的关系 或者是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威权体制 还是存在对台湾的某种的威胁的关系 我觉得这不可能是回避不谈的 可是我要谈的是说在谈这些议题的同时 在这恐惧的同时 那有没有其他的可能的出入 或是有些其实我们可以更细致 再去分析这件事情的一种方法 那这个才能够让 我会觉得让这样的一个运动 它其实可以更深化 因为今天你除了面对到中国的问题之外 你哪一天会面对到俄罗斯的问题 你可能会面对到韩国的问题 我们早就在面临到美国的问题了 所以这跨国资本早就已经集结在一起了 可是人民我们却以为或是想像说 跨国资本会对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 可是忘了我们很多的权益 其实不断的在被侵蚀当中 今天非常谢谢博弈来今天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让他从这种所谓的学运现场的概念之外 可以回到这个议题的本身 那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跟博弈聊 其他的相关议题 谢谢 我们的节目会在礼拜天 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可以PNN的网站上面直播 我们下礼拜再会 拜拜 我的爱会给你个拥抱 抬起头感受生命的温暖 天空的眼泪 吸光了世界 跑来 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